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12月23日的粤语新闻节目 我是胡海文 先跟大家讲讲今天的新闻提摇 习近平在星期五接见李家超的时候 再不是坐着笼椅 分析认为他是怕了党内外的巨大不满 网传中国国家卫健委的内部文件披露 在今个月头20日 感染新冠病毒人数超过2亿人 近50个在美港人组织联署 促请拜登延长对香港人实施的DED措施 详细的新闻内容 由2015年开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中南海 接见香港特首的时候 都是坐俗称的笼椅 但在星期五接见李家超的时候 再见不到笼椅 分析认为 证明习近平不再坚持清零主张 是害怕党内外的巨大不满 由马纳克温晓平报道 在中南海营台这个大厅 习近平都是习惯坐在笼椅上 但今次接见李家超就一改惯例 没有再坐上被人组称的笼椅 桌面上依旧用鲜黄色的茶杯 但今次习近平面前只是放了一个茶杯 而不是前几次的两个 在服装方面在场所有出席人员 除了李家超之外 所有男士包括习近平 都是打上深沉色的领胎 只有李家超是鲜红色 令他格外突出 习近平坐下讲话的时候 首先是赞扬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 勇于担当 无实有为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大力恢复经济活力 积极回应民众关切 展现出爱国者治港的新气象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解读 显示习近平正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 中国海外民主运动联席 会议主席 历史学家艺惊身指出 习近平突然将龙椅拿走 说明他要减少党内对他批评的声音 今次出席会面的 还有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舍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中联办主任骆惠宁 特首办主任叶文娟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马立克温晓平报道 网上风传 据称是国家卫健委的内部文件 披露今个月1日到20日 感染新冠病毒人数达到2.488万人 占总人口17.65% 另外披露 国内已经出现十几种Omicron变异株 官方专家和民间研究者都指 数字相当接近实况 有李若玉报道 根据中国内地社交媒体在星期四流传的 2022年12月21日 国家卫健委会议纪要 披露12月1日至20日 累计感染新冠病毒人数 已经达到2.400万亿 占总人口接近百分之十八 但12月20日 新增感染人数达到3,700万人 数字比中国政府承认的每日3,000多人 相差很远 中国官方未有就这份内部文件作出否认 不过新浪财经已经将原本刊登有关文件的文章删除 既要也提到 12月1日以来 中国19个省区累计报告1,100例感染者基因组 有效聚烈共发现12种Omicron变异株 主要流行的病毒株是BA.5.2 BF.7和BM.7 其中北京、黑龙江、贵州和新疆的BF.7比例高 其他省区就是BA.5.2比例高 当中说目前未发现传播力、致病力和免疫途疫 具有明显变化的新变种病毒株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所长许文波 一早在今月12日接受央视等官媒说 中国已经流行Omicron变异株 BA.5.2和BF.7 北京流行的变异株以BF.7为主 而广州流行的变异株就以BF.5.2为主 许文波在同月20日在中国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进一步 另外有BQ.1和XBB传入中国 在50个亚分支引起关联的本土病例或者爆发流行 就包括BF.1和SBF.6 其中在9个省49例病例中减出BF.7亚分支 在3个省11个病例中减出SBF.6亚分支 许文波补充 整个BQ.1和XBB暂时未成为主流 但传播优势会逐渐增加 暂时未见在国内外增加重症和死亡情况 但现在仍然以BF.5.2和BF.7为主 两者和其他五十几个输入的亚分支 可能形成一个共循环 许文波上述的说法也都被中国人民政府 和包括北京在内的地方政府官网引用 不过至于BF.7是不是已经在中国内地传播 就未见到有资料 有中国内地网红研究员 在支付发表各城市首轮感染高峰期预测 最终和分析过去一个月各个城市的疫情高峰数据 和累计感染比例 获得超过一万人关注 文章在22日更新的时候 说自己的研究和技要的数字很接近 而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 截至22日 全国累计有39万多人确诊 另外有5,000多人死亡 疫情重灾区主要是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 不过外界质疑北京当局隐瞒新冠疫情数据 世卫最近已经电名中国要交出实况资料 在北京当局今月7日放宽防疫之后 世卫已经连续两个星期 未收到中国提供的研疫住院数据 赵亚洲电台记者李若如报道 中国疑似极力隐瞒各地疫情爆发 造成的大面积死亡 本台获释,首都北京要求各殡仪馆紧急扩建火化炉 又由周边地区调派殡葬人员进京支援 记者採访时获证,当地火化服务告急 业内大面积感染 而且政策混乱令政府人员和基层都无所适从 此外,北京户口获优先火化 北漂就连死后都要做二等公民 另一方面,大陆目前的药物严重跪伐 当局拒绝外国支援 连境外既往大陆的药物都怀疑遭到官方拦截 由王小山,请问报道 据本台记者得知 北京市官方日前下发紧急通知 要求在北京市角郊縣 对殡仪馆的火化能力进行紧急扩容 要扩充容量 并且要求在一星期内投入营运 来到紧急消除北京和周边大量尸体 积压导致的负面影响 北京周边的省市亦已按官方的要求 并且还未制定具体做法 至于那间殡仪馆的安排火化的编号 已经排到半个月之后 记者致电北京市民政局查询 民政局的工作人员 亦都不清楚该局发出了相关的文件 但他承认 北京市的殡仪业 确实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 但对于供求的具体差距 近期的火化资料 和矿件火化炉的数量 那位工作人员就一概拒绝透露 而延庆区殡仪馆一位职员向本台记者表示 现在的情况很紧张 虽然他不清楚扩建的情况 但他证实自己也是从外地紧急调到北京的殡仪馆 他说现时当地户籍的人可以优先火化 但必须提供户口保 他又透露很多殡仪馆员工已经被感染 国内的药品很缺乏 大量长者挣扎在死亡的边缘 而民众的自救怀疑遭到官方的压制 大量海外寄去中国的物资受阻 同时官方拒绝西方国家的援助 一名海外华人向本台证实 他向国内亲人游记的药品 已经被中国海关退回 本台记者十多日之前 从国外为国内的老人他们 游记的药品和医疗物资 也至今未有收到 甚至连查询也难以进行 一位知情人匿名和本台记者说 他全家都已经被感染 但在国内买不到药 而外国寄去中国的药物被海关拦截 陕西汉中市场监督局通报 两名民间志愿者合法购买药品 并通过网络直播 免费送给有需要的发热的患者 但就遭到官方调查处分 而那个机构并没有提及民众 决衣小弱的困境 自由亚洲电台情文报道 接近50个在美港人组织 美国联署向美国总统拜登发公开信 促请当局延长并且扩大 适用于在美港人的延迟强制离境 DED待遇 华府港人游说组织 香港民主委员会HKDC 执行总监郭凤怡表示 有信心DED能获得延期 美国总统拜登在去年8月5日 宣布给予符合资格的香港居民 18个月的延迟强制离境 DED待遇 并且容许在期间申请工作许可 该待遇将会在下年2月5日到期 有见及此 47个在美港人组织 在星期五发出公开信 促请拜登政府延长并且扩大该待遇 协助发信的香港民主委员会HKDC 执行总监郭凤怡向本台说 今次联署的组织数量创了力尼新高 可见在美港人在这个问题上 一致认为有很大的迫切性 郭凤怡指出 他们在信中提出三项要求 一、最低限度需要延长给予港人的DED保护 二、扩大受惠港人的范围 去到2021年8月5日之后入境者都适用 三、将保护升级到 林时保护身份TPS 或是第二优先难民Priority 2 Refugee的身份 他估计第一点要求获准的机会高 但其余两项要求就需要多一点的推动力了 如果我们看回美国当局他们其实过去一年 讲关于香港的不同的发言 都会理解到其实美国当局对于香港现时情况的掌握 是维持对于当时他去颁布DD的时候的掌握是一样的 换言之都是觉得港共是继续打压香港的人权自由和民主 而其实是有每方月下的情况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美国当局是绝对没有原因 不去继续为我们续期 而如果他真的决定不为我们续期的话 其实美国政府会受到一个很严重和很大的reputational loss 就是一个名誉上的损失 所以如果这些真是倒期的话 其实你会想象到美国当局亲手会送一帮香港人回去香港 给香港当局和港共去行政治打压和审他们 至于TPS和第二优先难民的要求 本来就已经在多条香港相关的救生艇法案里提出过 但是由于涉及移民的法案 一般在国会都较为敏感 审议的时间相对漫长 推动的难度也较大 郭鳳怡指出 总统拜登其实可以运用行政权力 直接对港人提供这些保护措施 信中也都希望 他位处于对抗中共的权前线的港人 多加考虑实施这些措施的可行性 例如TPS Temporary Protection Service 他就真的明确地给受惠的人 一个可能为期十八个月 这样的短暂的一个保护 但是他那个短暂的保护 其实都会令到不同的人 得到的一些权限是多一些的 另外一个刚才说过 就是Priority 2的Refugee Service 其实这个难民的状态 暂时就例如阿富汗方面 都会有这一方面的条文或者政策 其实都是一个可以帮到当地的人 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进到美国 以及进到美国的时候 是可以真的有一个叫难民的身份 得到一些不同类型的保障 该公开信又赞扬DED在过去 成功达到其保护港人社群的目的 让在美港人获得一个避风港 免受中共的打压 但是香港的政局动荡 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 并且估计目前有1283个政治犯被关押 现时适用于在美港人的DED 要求香港居民在2021年8月5日之前 入境美国 直至2023年2月5日之前 都不会被驱逐出美国 期间可以申请就业许可EAD 在美国合法工作 而持有香港特区护照 英国国民括弧海外护照 即是BNO 英国海外公民护照 即是BOD 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 或者在香港特区签证身份书 DI的香港人 都会自动受惠 香港人才流失问题严重 港府推出一系列措施 以抢人才、抢企业 包括开通人才服务窗口线上平台 专绩制定和统筹招揽内地和海外人才 又推出高端人才通行政计划 但是学者质疑实际成效 认为港府只是在行政上教床叠屋 欠缺具体的措施 吸引和留住人才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今年10月公布的施政报告里 提出多项抢人才措施 港府昕日午再公布细节 节目司司长陈国基在记者会上公布 各项抢人才的政策将会在下星期三起展开 人才服务窗口线上平台将会在当日推出 可以以电视方式提交申请 当局都正在筹备举办实体办公室 预料明年初提交立法会审议 为了顺利减化人才审批流程 预料新整人交齐资料之后 四个星期之内可以完成审批 陈国基又说 预计抢人才相关措施 足够弥补过去两年 香港流失的约14万人口 在我们的服务指标里面 我们预计就是3万5千人一年 如果3年那里粗略计都超过10万了 加上我们每年香港的大学毕业生 大约有5万人一年 3年加上有15万 再加我们外来引入的有10万 加上有25万 我们相信对于彌补那14万人才的损失 是足够的 香港济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前在理教授 黄卫国诗仪5对本来说 陈国基的讲法并没有根据 因为我目前的情况来看 接下来3年 香港人口流失问题可能会持续 问题是如何留住本地人才之余 再吸引外地人才 他认为香港政府所公布的措施欠缺具体 对人才来说欠有因 他暂时没有一些很具体的措施 比如说抢哪类人才 他所说的那个掌人才措施 都是一些过程上 或者可能手组比较简单一些 他抢人才究竟是 给香港哪些行业呢 究竟是金融业 服务业 客户 他今天所说的那些 其实只不过是一些 价床碟屋 又是弄某些办公室 弄某一些计划 这些方面 这些特别政府在野 就好像是月雷升大 其实就是余点小 中大商学院 压体工商研究所 命运教研学人李兆波同日对本来说 高兴见到港府在行政上 变得积极进取 为抢人才和企业 开了一个好的势头 不过他同时指出 港府在行事作风上 应该保持一致的姿态 因为香港的官僚作风 可能令人才及企业来港脚步 要作为一个国际城市 是看到你是似一个国际城市的风范 我刚才我举过 譬如你郭哥那些 另外一家部都不出声 那些都不能搞 譬如一个国际城市 你的资讯质量是很重要的 在长企业方面 香港政府成立 引进重点办公室 和招商引财专组 有了1100间目标企业 希望未来两年之内引进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过去两个几月 已经和政府接触 或者排期见面的企业有几十间 部分是行业内的龙头企业 也有些规模比较小的公司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董书月报道 在香港 有政党和公民组织 在港府定立限聚令 抗疫之后集会游行 其中李卓人 梁国鸿 王浩铭等8人 被裁定参与 参与受禁群组聚集 聚成判酬 各人上诉都被驳回 当中7名被告 在星期五再向高等法院 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的许可 法官将压后一个月内颁布裁决 由吴廷康请问报道 本案是首中违反限聚令 而提出上诉的案件 亦是首中涉及限聚令 检控罪成 而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的个案 上诉方提出7项法律争议 包括对法例第599G当中 群组聚集 和受禁群组聚集的正确诠释 参与和平集会 可否构成参与受禁群组聚集的合理辩解 参与受禁群组聚集的罪行 是否与集会自由 以及言论自由的基本人权并行不配 在规例正确诠释下 两个群组之间保持至少1.5米距离 应否视作一个聚集群组 法律上需不需要证明被告有特定意图 参与4人以上群组聚集 以及证明参与受禁群组聚集的罪行 所需的犯罪意图 还有本案定罪相称性的恰当判断界线 以及本案定罪和判刑 能否通过相称性测试 代表上诉方的大律师黄宇逸 陈慈一时后指 案中争议涉及冠断被告分成4人一组游行 大部分时间保持1.5米距离 是否属于受禁群组聚集 引述上诉庭判时指 只有各组合之间距离有1.5米 就是法律所容许 是不属于需要解散的群组 因此上诉人有合理理据 争议他们的游行 并非需要解散的群组 此外也应该从整体聚集的情况作判断 即是两组人有少于1.5米距离的情况 亦只是瞬间出现 对判断他们是否受禁群组聚集 并非决定性 另一名辩方代表大律师占廷亨也提出 争议引伸出相称性的恰当判断问题 指受禁群组聚集和需解散群组聚集 两者的分别是不合理与专制 未能通过相称性测试 他举例指 如果按法庭裁断 如果多个群组的人 一起观看世界杯直播支持阿根庭队 即使分开聚集 亦会影响公众健康 但他们不会被视作一个群组 成为受禁群组干犯限聚令 认为执法尺度任意和不合理 这就不能通过相称性测试 律政司一方就回应 重新案中没有出现执法双重标准 而受禁群组聚集 和需解散群组聚集 是针对不同的聚集情况 应该以保持1.5米的距离 作为其中一个决定性因素分辨 这个距离的要求 没有可以争辩之处 此外上数人行使基本权利的时候 并不是必然属于合理辩解 而第599G属于法例 无需通过相称性测试 条例列明豁免对象 其实也已考虑相称性问题 认为上数方未能说服法庭 可依赖这个合理辩解 法官王崇厚听完双方陈词后 声称需要时间考虑 将会押后在1个月内 颁下判辞宣布判决 而曾建成就在法院外向传媒表示 限聚令成为政府手上的王牌 限制所有集会 只有所谓的姜桃丹和世界杯期间 可以过千人在街上聚集 也有球迷为自己的国家打气 因此显然口罩令和限聚令 基本上根本是政治判决 自从澳洲电台情报报道 接下来会有几则的新闻简讯 由温晓平和大家讲下 中国外交部宣布 由星期五开始依据反外国制裁法 制裁美国前国务卿冯佩奥的首席 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 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 中国委员会副产谋长托德·斯坦因 以回应美国早前以西藏人权问题为理由 对两名中方官员实施制裁 美国在本月9日以侵犯西藏人权为由 制裁中国西藏前党委书记吴英杰 和西藏公安厅厅长张鸿博 中国外交部星期五对此反击 形容美国是非法制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华盛顿时间 星期四晚和中国国务委员 兼外交部长王毅通话 布林肯说不经对日益严峻的新冠疫情 保持透明是非常重要的 星期四布林肯在一次简报里说 美国准备向中国提供疫苗 以帮助解决其不断爆发的疫情 但他指出北京政府至今为止 还未有要求提供援助 中国突然放宽防疫措施后面临严峻的形势 北京等地疫情出现大量死亡个案 社交媒体流传有不少的染疫者出现 严重的白灰症状 据称死者里面包括中国致名智库专家 胡安江的岳父 同时中国官员报称 中国境内有130多个变异病毒株 由于疫情严重 中国多个地方的公共服务受到严重影响 上海有医院预料 今年年底之前 全市2500万人口里面 有一半会感染 即是大约1250万人受到感染 警告医务人员要准备迎战 严峻残酷的疫情 路透社报道 上海德赛医院星期三 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 估计上海市已经有 约540万宗佣性病例 而到年底之前 全市将会有1250万人感染 接着是回回问答的环节 今集会讲一下香港苹果App Store 怀疑审查翻墙软件 要移民苹果ID有技巧 李建军啊 过去不少大陆网民 都会利用香港的Apple ID 去购买VPN或者其他翻墙服务 以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 但根据人权组织 Apple censorship的最新报告 似乎这个再不是一个可靠的方案 到底香港的Apple ID 出了什么问题呢 根据Apple censorship的最新报告 虽然香港App Store 相对在中国自由一点 但有不少Apps 苹果已经在香港下架 但更恐怖的是 有异于尋常数目的VPN 在香港的App Store被下架 加上一向在美国大港私隐 但在香港和中国 从来都不强调私隐的苹果 并没有作出任何捍卫 是香港用户自由和人权的承诺 所以你可以肯定一点 未来香港Apple ID 和中国Apple ID的分别越来越小 差在什么时候 连香港的用户资料都被送中 送到去云上贵州 所以现在仍然在香港 用香港Apple ID买App的听众 现在就要寻求其他国家的Apple ID 特别是一些不使用信用卡 可以单单用苹果礼物卡 买服务的国家 因为苹果对信用卡的国家认证 都颇为严格 基本上信用卡或者口罩卡 所属的国家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你Apple ID究竟是属于哪一个国家 今次乎网民要寻求 其他国家的Apple ID 才能够确保 未来可以继续在App Store 买回一场服务 能不能够介绍一下 有哪些国家可以选择呢 如果你人在中国的话 除了在海外的亲友 要求海外的亲友 帮你买苹果礼物卡 提供当地的地址设立户口 或者根据你现在的Apple ID 为海外户口之外 有部分国家 用Apple ID户口 和一个当地手机号码连结之后 利用手机号码的储值支付 如果你嫌买苹果礼物卡麻烦 你可以考虑这个方法 因为有部分国家的 手机余付卡的充值方法 十分之简单 你自己用信用卡 来充值都办得到 而且信用卡交易所显示的 并不会是苹果交易 而是你和当地电话公司之间的交易 这样被中国当局封锁的机会 大大减少 如果你人在香港 你有英国国民固海外 即是组称BNO的护照 或者英国公民护照的话 可以考虑将Apple ID直接搬到英国 初期托朋友买英国的礼物卡 之后用自己英国护照开的扣帐卡 或者信用卡来付款 不但可以享有比较好的私隐暴障 而且香港政府知道 你交易内容的机会大大减少 类似方式可以用于持有加拿大、澳洲、 纽西亚等国护照的人 只不过拿着这些国家护照的人 在开立海外银行户口时 要留意相关的税务安排 因为有部分国家 有可能在你开立当地的银行户口之后 会触发一些税务安排 在港版国安法之下 你不会知道银行以及苹果香港 到底向香港政府提供了什么台务交易内容 所以除了买礼物卡这个方法之外 直接将Apple ID的金楼移到海外 都不修为一个保护自己的方式 那安卓就是Android的用户 又有没有在谷歌Play Store上面 面临同样的问题呢? 谷歌现在最令人真正担心 并不是Play Store出现审查 在香港的Play Store暂时相对正常 现在谷歌真正令人担心的 是在香港国歌争议事件里面 如果谷歌不向香港政府叩头 有可能令谷歌撤出香港 或者港府引用港版国安法 封锁谷歌以及YouTube 届时香港就和中国一样 要寻求各类方式保持使用Play Store 或者直接用Apple安装应用程式 所以要留意谷歌在香港的营运 能否维持正常 如果谷歌香港的营运 未受太大冲击 暂时看不到会出现 类似苹果App Store在香港作出的审查 但如果香港的亲共政客 对谷歌的压力越来越大 迫使谷歌撤出香港的话 就一定要认寻后奥 包括以有效的方法 得到安全的App 安装各类VPN或者翻墙程式 谷歌面暗的问题 与香港苹果的问题 是完全不一样的 谢谢李健君 我们今集的翻墙问答时间又够了 下集再见 更多详细的新闻和评论 请到本台月月早的官网和社交媒体 收听收看 多谢 自由亚洲电台 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 报道完毕 多谢收听 再见 这终于我们的节目 这终于我们的节目 从 Washington 2 2 2 3 8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